好,有同学问维也纳华尔兹右转前进的第一步 男士怎么样去把它延长 其实我们脚走的就是节拍 1,2,3,我们就是走的节拍 1,2,3,2,2,3,1,2,3,2,3,2,3,脚就是走的节拍 而我们身体在经过第一步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和女伴的 开始我是推送是吧 我们和女伴的交换 在交换的时候 就像两个人 你看这我现在地板有木缝 在一个木桥就一根木板 在一个河上面只有这根木板 我和女伴都走到对面了 我们要交叉怎么办 我要走到那边她要走到那边 我们就算生活当中在走读木桥 我们到了这儿 我们会把身体拧过来 这样走过去 我们俩就可以交换位置 我往前走 女伴往后走 那在舞打当中一样 我第一步推送女伴右侧 把它送到位 可是我必须在这里交换我的身体 才能去后面的一步 那么在交换的时候 我就给到了一个持续身体经过 左边从后面超越右边向前 左边身体走 我还有头在走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第一拍 就算是看到了时间延长的效果 可这种时间延长并不停留在脚上 不要这么想我身体什么都没做 但我的脚非常延长 我就留住再去 这种没有意义的 我们脚还是走节拍 但我的身体一定要去 继续 继续 反过来 继续 继续 就是我再推 可是这个脚一直在跟随我的重量 一直在拖 但是呢 我的身体一定要左边和右边 启动的时候右侧再前 可是我的左侧一定会和他一起运动 但是到经过这个点的时候 左侧会超越超越超越看 但没事去平衡 超越了才去摆盪 这样看到就像是第一拍 对